有人說你以前不是說在總統選舉裡面 我不會擔任別人的副手 我原來盤出來明年投票以後 可以回到以前浮雲班的日子 我昨天晚上還在花蓮割草 然後突然接到這通知赶回台北 我原來盤出來明年投票以後 可以回到以前浮雲班的日子 現在做了這個副手的允諾 允諾至少四年 和我原來規劃剛剛講的相差太遠 有人說你以前不是說在總統選舉裡面 我不會擔任別人的副手 因為副總統只是我以前自己講的 吉祥物跟真功怨賦 但是其實靜下心來想一想 我們每個人都活在我們的俗世裡面 誰也無法置身事外 如果國政不上軌道 大家生活都過不好 我即使搬到深山裡面也一樣 所以當韓國瑜要我當他副手的時候 我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我實在沒有辦法跟他開口說不行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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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